今天很高兴 我们来上这个 陶宴明圣经的降比真经 那为什么会 心中里面还会有经 就是陶宴明圣经 明明就是一部经 那一般来讲在坊间 在市面上 在宫庙佛堂 也很少说单独有 降比真经的出现 那么这边呢 我就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 我特别找出了这个文献来 来跟各位做了一个 简单的报告 这个报告 因为这一部经典 在这个地方 也跟各位做了一个 让大家一个了解 为什么经中会有经 那当然以前我有跟各位报告过 好像陶宴明圣经 跟其他经典不一样 最主要的是因为它 充满着浩然正气 那这些浩然正气 是由众多的神婆 仙婆的这些正能量 所汇聚而成 那么除了经序第一的 众圣五月雷电神 五湖并四海日月朵新神 再加上 杰逊第五的 你看24位神将 彭日菊月普照神 列秀张星明朗神 宜心患夺伯良神 这些24位神将 再加上经验里面 四职公巢 直连直月将 直日直辞神 叶猜黑撒帅 日令皎洁兵 这些的所有的神明 几乎他们都汇聚成 这么一部陶宴明圣经 所以说 我们的日常生活 路用常行 都脱离不了 陶宴明圣经里面的规范 所以呢 就会 这部陶宴明圣经 会特别特别 跟其他的经典 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告文事 除了诸圣宝告 再加上这么一个 降比真经 那在降比真经 介绍降比真经之前呢 我也跟各位 做一个分享 为什么现在会有 福某真经出现 那各位都知道 福某真经 福某真经的 这里面的 很多的经据 都是根据 陶宴明圣经而来 所以 一千多年来的 这个陶宴明圣经的流传 那么因为 关圣帝君 不断的 用陶宴明圣经 他从 以前到现在 从 我们的中原版图 一直扩张到 现在的 天下九州 我当然 天下九州 包含了 四大洋 五大洲 这些都是 所有海外的 华人都在 持诵 陶宴明圣经 那已经 形成 一股 浩然正气 那么 各位也都知道 因为这几年 我跑过了 几个 各地 世界各地 大陆各地 还有 东南亚地区 所看到的 华人世界 包含 欧洲 都 所有地方 都几乎都是 拜了神明 就是 关圣帝君 所以 文圣孔子 武圣关公 在 关圣帝君的 这个 领域里面 可以说是 七千多万的 子民 在 膜拜他 那这个也是 我们所谓的 这个 浩然正气的 一个发挥 那 福某真经 也就是因为 大家对于 陶宴明圣经 流传下来以后 有的读 读诵久了以后 就疏忽了 那么有的 只知道读经 没有去实践 那么因此 就造成很多的疏忽 所以你看 如果把各位 把这个经典 读得很熟的时候 你记在脑海里面 有时候 我们在辞诵的时候 脑袋瓜 就会想到 别的事情去了 所以 小和尚练经 有口无心 那么这有口无心 就造成 对这个经典 很多地方的 阻塞 没办法畅通 那没有办法 去实践 例行 那么因为 三节末期 已经来临 所以在这个 天灾人祸的 影响之下 各位看 现在的新冠疫情 这三年来 不但没有 减少 反而增加 而且扩散 各位看 天灾人祸 都是 很大的天灾人祸 而不是说 单一的 个人的生命危险 是整个集体 你看飞机失事 整个 多少人命就不见了 整个 这个 火山爆发了也好 海啸也好 整个整片的人民 生命财产 都不见了 各位看 最近的 乌克兰 俄罗斯的战争 一个炮弹打下来 大家流离失所 涂炭 森林涂炭 那么因此 关圣帝君 有鉴于这个 末法时期的 要说远的 这个情况之下 很担心啊 所以因此 他就以 扶谋大帝的身份 降下了 扶谋真经 所以说 现在我们 各道场 各佛堂 以及 所有的 宫庙宗教界 对扶谋真经 已经形成一股 很大的热潮 那研究的研究 颂读的颂读 那这些 就是造成 我们希望 再重新塑造一个 祥和 一个 美善的一个社会 那么因此 扶谋真经 就在这个时候 应运而生 那总而言之 今天下午 在 学会的一个 大姐院经编辑会议里面 理事长 黄国璋 理事长 他也特别 我也跟他建议了 我说正本清源 还是要把 福摩真经 执行的情形状况 回归到 我们的 陶冶明圣经 所以因此 陶冶明圣经是 官帝的 群经之王 那我们一定要把 陶冶明圣经 每个人 读得很熟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 很了解到 福摩真经的 里面的很多的意义 很多的 执行 行为准则 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因此 当然 会有这一部 福摩真经的出现 其实在还没有 福摩真经出现之前 降比真经 也是 一部汇集 陶冶明圣经的一个 特别的经典 那么因此 在这边 降比真经 我今天 会特别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 可能要分两次来报告 那这个报告会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就题目定为 降比真经的解析 希望说大家 今天大家有听到的 我们可以共同 把这个 陶冶明圣经的 降比真经 好好的研究研究 然后我们再提出来 看有没有策略 更具体的行为准则 这才是我们 每个人 在研习官地精神的 一个重要依据 那我根据这个 官圣地君散书在台湾 郑喜夫先生 写的这篇论文里面 有提到了所谓的 降比真经 是 你看各位 这个降比真经是 每次都跟明圣经和堪 所以要持诵明圣经 都先要读诵 降比真经 那么就像现在来讲 我们在 研习官地精神的时候 也都会读 解冤作啦 或者是 研读这个什么 福某真经啦 这些都是 包含子弥篇 这些都是我们 现在比较急需要用的 那和堪本中 这个经 每次都在 明圣经之前 所以这个讲完以后 接着就会是从 经续第一开始 但这个封面及书名页里面 很多仅提到明圣经 并没有写到 这个降比真经 所以说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因为 通常是在男女卵堂 卵生排班 要分班排列 练诵 报告之后 最后练诵的 就是这一部经 也就是在 献香献茶献果之后 接着就是 降比真经 先把它读诵出来 所以 经中有经 在前面 先把这个降比真经 先讲出来 那观圣帝君的善书中 各种经典虚为 降比 都是 这个虚就是 无子虚那个虚 都这个解释是为什么 虚为就是 都是 都是的意思 都是降比而来的 所以包含陶尉明圣经 都是什么 其实刚开始也是 夜梦与凡人 在御全市 属于御全市 夜梦与凡人 后来到清末的时候 才由朱熙夫子 重新降比 服软降比 然后重新整理出来的 所以这部经典 也是 由服软降比出现的 所以这个经典 出现在什么时候 不可考 不可考 因为自从有服软之后 大家都会排班就位 就会软身 会排班就位 然后会开始这个仪式 那仪式的时候 就把这一部经典 就拿来作为一个 请神的一个 依据 所以说 这部经典呢 里面提到 有年份可考的地方 就是 可喜平凡笑替 朝夕满半良心 煞死风行 尼玛脱尾万里穷金 那这 虽然这个 这一段话 后面会讲 但是我想在这边 先跟各位做 详细的报告以后 大家看到 这一段报告 就会了解到 这一部经典的由来 那么 这个 余宝还乡的故事 是在 官圣帝君 圣基图字 这一本 这一部经典里面 找到的 那圣基图字里面 当然包含 官帝的生平 官帝的这个 所走过的痕迹 还包含 官帝 这个全世界 官帝庙里面 重要的文献考证 都都在这一部 这个 圣基图字里面 所以 我个人自己 也搜集到了 这么一部 圣基图字 我就可以查到 很多的资料 那 余宝还乡 在这边 因为它是文言文 我简单的 跟各位介绍 谢州夏逢村 就是官圣帝君的故乡 就是现在的 山西运城的 长平村 这个地方 那夏逢村有 余姓名保者 就余宝这个人呢 性 个性很孝顺 那么娶妻汪氏 才三天 普三路 就是才三 刚结婚三天 就被朱连 被王 冤枉朱连 冤枉以后朱连 就 折树南海 折是扁折 就是把它扁 扁到什么 扁树就树手 就是那个军人 宿所一样 到那个南海 边疆地带 边疆地带 那总共大概有一万多里 各位看从山西运城 到那个湖 现在的云南 藤冲一带 大概就是 这个就大概一万多公里吧 那发潜日 他的这个要发配边疆的时候 他的太太呢 这个汪氏呢 就哭着 这个余宝就哭着对太太说 我将远离 余远离 连迈的父母和人 能过来奉养 奉甘子 就能够每天来煮饭给他们吃 就如何奉养 我的连迈的父母亲 怎么样去吃到这些好的东西 那他的太太 汪氏就说 妾之事 就是 哎呀 这是我做老婆应该有的事情 君物力 就是你做丈夫的 你不用担心 你就去吧 愿君冤得生 但愿这个 这个夫君啊 你这个冤枉能够得到 申冤啊 可早日归来 那这个汪氏呢 就仿之 每天就是仿之啦 然后做女工啊 就是仿击孝姑舅 孝舅姑 孝舅姑就是 公婆啦 公婆 所以每寿望 必往地庙 前世祈祷 那寿望是什么意思呢 寿就是 初一 望就是十五 这是讲的 每寿望就 每次的初一 十五 都必须会到庙里面去 到官地的庙里面去 前程的祭祀祈祷 一边 刚刚当然酷气祷告了 愿夫伸冤回己 希望他的夫君 能够伸冤回到故乡 这个己就是 父己守在地 如是树仔 就这样每天 每天初一十五 有空就去庙里面 跟官圣帝君 禀告 就这样 树仔就过几年之后呢 宝虽再续 宝就是 于宝虽然 再远在那个 边疆地带 宿所这个边疆 颠沟之际 而慈身欲紧 这颠沟 颠沟就是说 很困顿 很流离 很这个 坎坷的 这个时候呢 他能够 能按 慈身欲紧 慈就是跟各位讲的 慈灾 慈 就是坚持 就是戒律 所以我们要 慈送经典 就是这个慈 这个慈就是要 保持这个戒律 对自己 非常的严谨 有种 龙拔为木 这个有这里面的 这个当地的 这个部队里面的 一个主管 一个主官 选拔他做为什么 做一个小 一个小官 一个小干部 那么到洪武丁卯年 就是这个洪武 二十年的时候 就是公元1387年 3月23日的晚上 3月23日也是 也是刘关章 桃源三结役的那一天 3月23日的晚上 于宝忽然看到 一匹红色的马 刺兔马 壮帽为为 这个这一匹马的 个子很高 很高大为五 好 那以前 魏宝也就 跑到于宝的前面来 跟他说 跟于宝说 你很孝顺 你很孝顺 可 可 可在想念父母 而思家是佛 有没有在 想念父母 而想到自己的老婆 家是啊 那于宝当然哭着说 有啊 我 我蒙王 献子 因为他蒙乱 被冤枉 陷陷在这个地方 数年来 林爵 洪书 林爵洪书 就是没有书信 这个以前古时候 是没有邮差的 那 这个有 这个书信都靠什么呢 就靠那个 比如说 歌子啦 或者是靠着信歌啊 来飞行 所以这个红书就是 意思是说 这个书信就很少出现了 就没有飞过来了 这红是大鸟的意思啦 那林就是 鱼林就是那个书的意思 写信的意思啦 那焉有不练 怎么会有不想念父母 家事的呢 一定有嘛 但由于海南到泄州万里 很远很遥远 而且法度深沿 而且这边的军规军纪非常严格 这个法度就是讲的是法律 还有这个是什么 法律的制度 非常的严格 西克归 怎么能回去呢 西就有那个意思说 怎么可能呢 克就是马上归就回去 此马者约 那个驾马车的那个人说 无意泄疾 我也是泄州的人 我过此西悬 果然到这个地方也要回去 西悬 因为他是在东南方嘛 他必须要往西北走嘛 所以如可邪解 谁无鬼也 你可以闭上眼睛 把你的睫毛闭起来 把你眼睫闭起来 随我回去吧 那于宝就从 听从他的意思 宝从之 吉如风行 就这个跑起来很快 就像风在吹一样 恍若云架 好像在下着这个白云一样的 片酒坠地 忽然间 就一片刻间就坠地了 就已经到达地面了 时将熟 熟将熟就是时间快要天亮了 这个熟光快出现了 迅庚泽 此河村 就训就是问训 就问 询问 询问这个庚者 叫做荣夫 说这个是什么地方 荣夫就跟他讲 这是下逢村 这是 此乃 约 庚者 约乃 下逢村 于宝呢 就知道是已经回到故乡了 最悬家 就赶快回家了 见到父母妻子 而哭泣 气云 就是 诉说着 木业的事情 就是晚上 就是骑着 那匹马 就赶快 我觉得那天 那个故事 就跟家里面的人讲 说晚上 天黑了 忽然那匹马 就把我带回来了 那他的太太就说 这个是观圣帝君 救援 夫君 就是此观圣援君 也就观圣帝君来救援你 诗路 就那一天 南海的五中 南海的部队 五中就是以前航五之中 部队里面 因为 遗失了于宝这个人 失于宝就已经 这个人跑掉了 那行脚 行脚自谢 就是行喜 那个字要喜 行喜之间 就行公文 喜是公文 公文来到谢州 来到谢州以后 缩求之日 缩求之日 就是于宝回家的日子 就是 就是那一个公文 发出来的日期 就是于宝回家的日期 所以直视 直视就是这些官员 就是政府官员 这些掌管 掌管这个公文的 这些官员就觉得很奇怪 就以这件事情 读海读海洲 那我们这边也讲谢州 那其实这个字 有很多破音字 那正确的练法就是 台湾地区都练谢州 那大陆地区练海洲 那海洲的人呢 共亲 大家都亲配 官圣地军的神威贤赫 这个赫就是神威贤赫 意就是广大 广大的意思 才会由金观之 由这个地方 由今天这个地方来看呢 固然圣地的 赫益千古 他神威贤赫 广大千古 也由人之自成 以格之言 自成感格 感动他 感动帝君 使当日于宝夫妇 使当日于宝夫妇 如果说当天 如果说当时 他无效行 没有愿 没有发愿 或者发愿 没有诚实 怎么能够感到如此的感动呢 这一篇文章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 他的年代 的证据 就不能早于 不会再早于洪武20年的 所以这一部经典 应该是在洪武20年 1387年之后出现的 那么此经的内容 叙述的 汉朝 汉祭 这个祭是末年 就是已经快结束了 叫汉 叫祭 祭就是快结束了 所以汉祭在世 世纪外 这个经除了 祭述 这个官圣帝君 在汉朝 末年的世纪以外 主要也是 劝善成恶 并及 三生轮回 戒杀放生 我刚才主持人讲 就是这个 池 池 是两 赔一金 这个就是 戒杀放生 大家都是 现在大家都警醒过来 希望说大家能够戒杀放生 以其林宴的事迹 大抵同于其他的经典 这个是 降比真经的由来 那这个 因为这个文献 现在来找 可能要很 很不好找了 但是这个 这个是很珍贵的 一个文献 那接着我们看 圣帝 我们称的圣帝 就是讲观公 也是讲 五圣观公 他也是讲 官圣帝君 所以官圣帝君 有很多的名号 包含 所以 汉风和 宋风王 明风大帝 历朝家尊号 那 这个 如称圣 士称佛 道称天尊 三教 静归一 所以官圣帝君的名号 很多 除了这几个名号之外 他又是五财神 他也是 福谋 大帝 他又是 邪天大帝 他又是 文恒圣帝 他又是 官夫子 或者是 官圣人 这些都是 跟官圣帝君有关系的 各行各业都在拜他 所以说 官圣帝君 有很多的名号 那么今天讲 这个 圣帝 圣帝的意思 圣帝的意思 我们从这边 可以看到 公元219年冬天 冬天也就是 正常来讲 应该就是12月 那个时候了 村全脱袭荆州了 官帝 拜走 麦城 大义归天 所以 公元22年春天 这个时候是 其实还是 汉县帝 建安24年 24年 25年的春天 好 那25 这个 已经到25年 建安25年的春天 正月了 孙权害怕 刘备 起兵报复 那么将官帝的首级 传到 洛阳 曹操的 住处 那么被曹操 试破以后 曹操 静慕 官帝的为人 所以将继 就继 追证 官帝为 金王 那 克城 相目 为区 因为 头颅在洛阳 头颈洛阳 身在当阳 然后 魂归故离 灵在东山 神在台湾 所以 官圣帝君 有这几个 称号 那 这个时候 分为金王 并用 城相目 磕 官帝的身躯 以王伙之礼 藏以洛阳 城南 十五礼 建庙 祭祀 就是 官邻 到现在 已经有 1802年的 所以这个 联奋 吴老师 这边 把它算出来 那 明朝万历 二十年 也就公元 1592年 在汉代 官庙的 原子上 扩建为 金路规模 朝拜 官圣 帝君 的胜利 那么万历 四十二年 就1614年 这个时候 明神中 朱立军 就封他为 三界 伏谋 大帝 神威 远 正天 尊 官圣 帝君 所以官圣 帝君的 这个圣号 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有的 那这一张 这张图表里面 各位看 陀者洛阳 生在当阳 所以你们在 内地的 大概都知道 洛阳有这个 官邻 然后这个 当阳有这个 官邻 那 清朝顺治五年 清朝顺治五年 赤风 官邸 为 忠义 神武 官圣 大帝 这个地位又更高一阶层 所以康熙五年以后 赤风 洛阳 官帝 邻 为 忠义神武 官圣 大帝 邻 史称 官邻 那这个 官邻成为 与山东 屈腹的 孔邻 并肩而立的 两大圣域 所以 之前 我跟各位 有报告过 我们 封建制度里面 服务 有四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是圣人的阶级 称为 灵 双目灵 所以说 孔灵跟官邻 只有这两个灵 是我们华人世界的 圣人的服务 那其他帝王级的 就叫灵 所以当养那个服务 只有身体 所以那个叫灵 那各位到 北京还有北京 明朝十三皇陵 在台湾 池湖 也有两个灵群 这个都是帝王级的 那第三个阶级是什么 就是种 这个种就是 有官位的 死了以后 他们的服务 叫种 按一般老百姓 第四个阶级 就一般老百姓 叫牧 所以 你看我们一般 一般老百姓 如果过往以后 那个服务就会写 某某某之牧 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 所以以前 只要你只看到 这四个阶级 就知道他的官位 是门当户队 那这个 东正八年就 改造为五庙 所以现在 有文庙有五庙 那五庙是 每一个省都有 那五庙是 每一个县级都有 所以官圣地均的庙 现在总共加起来 全世界大概有 三万多座 三万多座 光台湾就 一千两百多座了 那接着我们看 经文里面讲 吴是 汉官圣地 赤欲大众听闻 事上不齐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这个 吴呢 就是说 他来的时候 他 这个降临 软堂的时候 他就自己 报说 他是汉朝的 官圣地均 那一般来讲 像这个 其实官圣地均 林坦通常会讲 他是汉寿庭火 那这个就是可能 后面 那个软僧 这个笔记的软僧 把他尊称 官圣地均 不好意思用 汉寿庭火 就把他用成 官圣地均 所以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经典 也可能就是在 在 我们讲 在16 1614年之后 出现 所以 他一直这样 因为官圣地均 已经有正式的名号 所以 次律大众听 就是预告 官圣地均 林坛 预告 大家都要听了 听清楚了 世间上 有很多 不平等的事情 全部要靠你用 真诚的心 去面对 一点真心 那这个一点真心来讲 这边 我就不用多追溯 不齐等事 有很多不拙权 不平的 种种事件 如富贵 贫贫 贫瘦 穷通 质疑 贤不孝等 这些都是我们人间的事情 那常常会 有些人会去比较 会去计较 那 全凭一点真心 就是什么 靠着 人人都有一颗 真如 成谱的佛心 平常心 这个心 你要恢复到 原始之心 所以说 我们看 等一下 父母真经会 跟各位报告 那 这个成谱之心 当面对事实上不平等 不拙权的事情的时候 要以平常心看待 所谓平常心看待 各位都知道 这张八仙图 为什么 你看男女老少 富贵贫贫贫贫 都有 但是 他们的心 都是一颗纯洁的佛心 他们都能够成为先 成为先佛 因为每个人到最后 把这个心 修得 非常的清净的时候 就能够 畏内先般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的 真如本性 所以说 当你达到这个 把这个 心能够修得很好 所以 陶引明圣经的原始第二里面 就讲到 无奈子为公 你朱一神 血管 文昌无取心 在我们 这个原始的心的时候 每个人的身体 是子为公 每个子为公里面的 这个 里面有一个子为心 也对一个 对一个什么 朱一神 主为公里的朱一神 朱一神就是我们 红色的心 那血管 文昌无取心 所以这个 因缘 因果跟这个 原始原灭 这是很有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 比如说 我跟各位 都不认识 然后 但是因为这个缘分 我们在这个 网络上 互相的 研习 互相 学习 这是一个缘分 那这个缘分 也许哪一天 我们会碰到面 也许我们碰不到面 那 吴老师这样讲 可能会觉得说 比较抽象 我举 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 眼睛所看都希望看到什么 好的 美好的一面 那你如果说 太过于执着 那就会 那就会产生 很多 这个因果 这个因就是因为 比如说 有一个漂亮的女生 从我旁边经过 那通常我们 不管是漂亮不漂亮 只要她是人 从我眼前经过 认识不认识 认识了 我会跟她打招呼 不认识了 我们可能会一个微笑 跟她点点头 或者甚至也就是 世统的末路人 就过去了 那如果你碰到一个 很漂亮的美女 帅哥 你可能会多想看她一眼 当你多想看她一眼 这个贪质出现的时候 想多看一眼的 这个恋头一出现的时候 后面可能会带动你的结果 结果是好的 结果是可能 这个一见钟情 后面后续就会 互相的交往 那有的 这个交往以后 可能会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好的 好的姻缘 就会结成正果 那不好的姻缘 两个人可能就会到最后 引起到最后两个反目成仇 这个是因果的关系 那因果的关系就是 这也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你的心动 跟他的心动 两个心动以后 碰撞在一起 产生了火花 那如果说这个火花 你如果用平常心看待 我就很正常 好就是用善良的心来对待 真诚的心来对待 这一个真心就表现出来 是我们的诚恳实在 淳朴的心 就不会想去评骗他 不会去拐骗他 或者不会去想多贪图什么什么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点真心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看 我们很每个人都是会有这个真心 一定要把它保持住 怎么样 因为你出生以后 不管男女老少 富贵贫贱 都是不同的命运 那不同的命运 比如说这个李腿寡 他都他都是白色 可是他还是要过他的日子 对不对 他也很乐 很乐观 你这个如果很乐观 你就会修成很好的正果 有些人就会心里就会偏差 哎呀我残障 人家都看不起我 我就自暴自弃 我就开始做一些破坏团体的 破坏团队的事情 那这个就不好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这个心 你有分别之后 你就会走偏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菩萨未因 菩萨未因 那众生未果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因果一参生以后 这个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 那最后是这个果啊 所以这个因 是因为你的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从这个八千图 看了这个 每个人出生的命是不同 为什么会不同 因为他的前辈子所修的 这个福报不一样 他可能做好事做坏事 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福报 不是天生下来 都是平等的 而是每个人都带了 唯有夜随身 所以这个夜 产生到我们的行为 那因为到这个后天来之后 我们经过五行木猴土金水 经过这个食物里面的调养 所以五行食物这些调养之后 也会产生我们的脾气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就讲 他因为有吃了这个动物的 这个这个肉以后 可能因为动物要死亡之前 他会产生一种不好的情绪 那会畏惧恐惧 甚至于会有发错的这种 这种不好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在那个 当那个东西 随着他的淋巴液流窜前身的时候 随着他神经感应前身的时候 我们把它吃进去 我们肚子里面 我们就会有 那一种不好的因素存在 所以常常会有发脾气 常常会有心情忧郁 常常会有这个自暴自弃的想法 那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能够保持心情清静 就是当然就是戒杀放生 就是此处 那福某政经也是讲了 福某政经讲的是 官考人厌 每个官圣帝君过五官斩六将 他也是要经过这些关卡 所以高官考人厌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关卡 这个不是天生下来 就是平坦之道了 而是什么 坎坷之徒 侧道心 这个道心是什么 各位都知道 道心 就十六字真言 那十六字 觉 十六字觉 守乎一心 所以这个道心就什么 人性唯唯 道心唯唯 然后这个 唯今唯一 允诀之中 这就是我们的道心 那如果说 吴老师讲的这十六个字节 我们都知道 都读了都知道 十六字节 可是怎么做 我就告诉各位 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其家 治果 平平下 就是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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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所以到最后 也是一个 圣贤的道统 那 这个系统 什么是格物 把心中的物欲 要割除掉 比如说 我现在在路上看到美女 俊男美女 我就不会再动心了 我是看了一眼 他在我身边经过 经过以后 我也不会再去怀念他 因为他毕竟不认识 他只是一个路人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 把他放下来 我们每个年把他放下 你如果不放下 你就会朝思暮想 你就会烦恼 吃不下 然后睡不着 就会去胡思乱想 想到最后 把自己身体也想坏了 对不对 东西不吃 把自己身体也闷坏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们讲这个心 格除心中的物欲 不应该有的物欲 要格物 自知 自什么知呢 自良知 这个良知 就是我们善良本性 就是我们最好的 一个善良本性 那格物自知以后 表现我们的诚意 才能把心 正 正 正心修身 才能齐家 自果平静下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测验 我们的道心 所以真心一点 这个心是一点点而已 这个念头 是一点点的 启动的时候 所以 言机以心意 出动之时 穷驴 于事物 始生之梦 这个真心一点 你如果能够锁得住这一点 恶目所弦 这个能够锁住这一点 你就能够什么 灌古今 因为从古时候的 这些神佛 神 神佛 圣贤 都能够锁住这一点心 他才能够 易灌古今 才能够 延洗到现在 那圣贤之门 郑道童 圣贤之门是什么 郑道童 这个道童就是从 尧顺 雨滩 文武周公 到 孔子 到官帝爷 这些都是 一系列的 他们也是从这个道心 十六字节里面 成乎易心 到现在 所以 我们要了脱生死 也是从这个门进去 所以说你如果不懂得 刚刚就我讲了 你如果不懂得去 守住你这个心 你就会贪 所以贪 物贪物淫 物走迷 你不要自己沉迷在那个 情境里面 比如说 我想喝酒 那想喝酒 如果少喝一点点 当然最好不要喝了 因为喝了酒会乱性了 对不对 那有些人就 已经把持不住 天天要喝 每一餐都要喝 随时随地都想喝 喝了自己就颓废了一身 赌博的也是 所以这些不是能够迷乱我们心性的事 我们不要去做 所以这人不要去贪心 也不要去迷恋 那这个就是 我们只要能守住这一点点真心 就能够了脱生死 所以我就不会具有恐怖 说无忧恐怖 就是 所有一切那个什么 波罗行径里面讲 不生不灭 不过不尽 就不会有这些恐怖事情发生 那我就很坦白的去面对 好 所以接着我们看 正直光明不屈 死生顺利当分 当你具备了 刚才所讲的那些 道心也好 这个道统也好 都已经具备了这些以后 我做人就正直光明 不屈不饶 所以为什么 关圣帝君是个 我们讲 他是孟子所讲的 大丈夫的精神 这里边 此言为人当正直善良 光明磊落 不为困境而改变心智的 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是从哪边来 孟子说 贵物不能屈 贫贱不能贻 对不对 富贵不能赢 只要这三件事情做得到 你就是具有大丈夫的精神 所以关圣帝君 身在朝隐 心在汉 即使三天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上马金下马银 都无动于心 即使陶操送十个美女给他 他也能够把这十个美女 送到两位少少的身边服侍 那么因此 他不会被美女所惊动 不会为这些财富所惊动 各位知道 自从公元一八十年 他们桃源三结役 到这个 建安五年 官圣帝君 在这个下皮被 这个曹操 想汉不想吵 这十几年来 他们没有一天过过好日子 可是忽然之间 他虽然投降了曹操 可是他们过过着 紧一一时的生活 可是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的结拜兄弟 刘备跟张飞的这个情境 所以因此他不会在这个豪华的环境里面 改变他的心智 所以他叫这个贫贱不能倚 富贵不能赢 他也没有去做出这些贪心的事情 所以他能够余意殆尽 他不会预约这个意的范围里面 所以即使说他到最后 你看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初期 被服务以后 他能够从容就意 舍身其欲 所以当在这个死生顺利当分的时候 人生中生死的大官 所以到最后建安二十四年 你看他到最后从容就意 他不会这个什么 他就讲了这个什么 这个讲了二十八个很有霸气的话 他说欲可睡而不可白 不可以改其白 那这个足可焚而不可悔其节 孙虽云 但是呢 名可垂于足博也 他能够在被俘虏以后 他讲出这二十八个很有霸气的话 这表示说他已经看破生死 所以在这生死关头当中 你能够看破这个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所以你看现在俄罗斯的战争 把那个马里乌波尔里面 那个亚树钢铁厂一死守以后 给他这些降临 还有四星上将都出来投降 那这个都已经辩解了 面临生死关头 还是怕死的 所以这个生死 当然在重要关节的时候 会有 心里面会有挣扎 那其实在这个 我的人生碰过三次 尤其在第三次的时候 发生车祸那个时候 我自己个人真的想 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个时候我就很吓一跳 我觉得说好多事情还没做完 这个时候就要 车祸了就要死掉吗 但是一想一想回头想一想 全身都不能动 在那个情形之下 我就体会到生死的挣扎 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个生死是人生 每个人都会碰到 当你碰到的时候 要坦然的面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发生车祸的时候 有这个念头 我还是很坦然的去面对 我第一个想到是说 我太太还好吗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是 两个骑摩托车 然后被车子撞了 撞得非常严重 所以造成了我的颈椎已经 这两个颈椎椎间盘已经碎掉了 已经伤到神经 全身都不能动 但是后面能够再活起来 能够再能够恢复到正常 这真的是也是官圣帝君的妇佑 所以这个人生 在面对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个抉择 要坦然面对 顺利也是一样 碰到顺境的时候 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讲 这个顺境跟逆境的这个事情 所以一个人人生当中 他的顺境不如意的逆境的坎坷 也很多 很多如意不如意都有 所以人不要去好生恶食 也不要喜欢顺心如意 不要好意恶劳 但一生中习起伏伏生老病死 都要勇敢的去面对 勇敢的去承担 所以为人应该正直无私 光明磊落不趋于前世 名为财色的诱惑 纵使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或是遇到顺境一见 都应该安守本喷 无怨无有 无怨无有 所以为什么言悔能够怎么样 能够这个富贵如浮云 然后趋功而整治 他能够坦然面对 这叫安平乐道 有钱有有钱的生活 没钱有没钱的生活 常常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 眼睛张开就是要采米油盐酱醋茶 那这些采米油盐酱醋茶 我们要用我们正常的方式来获得 所以朝夕买办良心 后面我会再跟各位讲 那五场下游汉记 结盟黄书三人 黄书就是三人就是讲了 这个刘备刘黄书 那黄火就是张黄火就是张辉 说官帝在汉朝末年 汉环帝延熙三年 将士下凡 跟刘备张辉三个人 在桃园中结拜为兄弟 忠义之气流传于千秋万世 那这一个地方是讲的是说 因为官圣帝君有两个生日 一个是五月十三 一个是六月二十四 那在清朝以前 大部分的人都以五月十三为主 尤其是明朝皇帝 他们都是以这个五月十三为主 后来呢 在清朝以后 才改为六月二十四 六月二十四 其实真正的官圣帝君 根据这一个官叶清先生 官叶清是官圣帝君的官平的豁大 第六十四代的这个传人 他目前是在荆州 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不管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或六月二十二 很多的这个 这个 对不起 所以在2005年的十月 中国官室中清年仪总会 在山西省侯马寺 召开的全国官室中普研讨会上 确定是六月二十四日为 官圣帝君的圣诞日 那侯马寺是什么地方呢 侯马寺在山西运城的西北方 这个侯马寺是谁的故乡 就是官夫人 胡岳夫人的故乡 所以为什么在侯马寺召开 这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存在了 那第一个 我们讲官圣帝君是在 汉皇帝延西三年出生的 那四年呢 汉皇帝延西四年就是 赵列帝出生 就刘备出生 所以官圣帝君大刘备一岁 这个地方各位都知道 官圣帝君是大刘备一岁 所以赵列帝六十三岁死了 所以在张五三年奎毛 其身则延西四年 新走岁 因此官帝大赵列帝一岁 这边各位都知道 那黄火呢 张黄火是在官帝八岁的时候出生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们认识 黄火已经十七岁了 张飞 所以有人在问我说 官圣帝君桃园三解义 有两个日期 一个是在官帝 应该二十四岁这个时候 这是公元一八四年 因为大陆的这个算法就是算十岁 可是在台湾是算 多算一岁 为什么多算一岁 因为怀胎十月也算进去 所以当你在算这个病格的时候 会算到胎息 就是说母亲怀胎的时候 这十个月会算成多一岁这样子 所以说各位记得 我们的算法是不一样 因为根据这个两地不同 大陆大部分都算 一八四年减一六零年等于二十四 那我们这边台湾是多加了一岁 所以二十五岁 所以这个地方 那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根据三国演义里面讲的 官圣帝君跟汉朝列帝 还有张黄火的桃园三解义 是在二十八岁的时候解义的 也就是公元一八八年的时候解义的 那这个当然有两种说法 两种文献 那我们来讲 目前来讲 以官室中心里面所讲的 官叶清这边考证的结果 他们就是以官圣帝君 在一八四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是桃园三解义 好接着讲 桃园三解义就是讲的 就是这边讲的是以三国演义为主 这是三国演义里面讲的 所以中品元年是讲的 公元一八八年 正月 那黄金乱起 所以他们三月二十三号 就桃园三解义 那其实黄金之乱是在 公元一八四年 那这个时候他们三桃园 在张辉的桃园园里面 乡结义 他们本来是在酒馆饭店先认识 认识完以后第二天 到张辉的霍花园认识 在焚香上报 这个焚香黄天霍土 那么就是以上报国家下安离宿 不求同年同业同入生 但愿同年同业同入死 这个发这个事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黄天霍土 实践此心 被义忘恩天人公路 所以你看他们三个人 真的是都能够怎么样 大庭广众之下 能够势力中日而不决的倦怠 这个真的是 所以这是忠心意气三个兄弟 所以玄德为兄 官帝辞职张辉为帝 那为什么会 刘玄德刘备少一岁 他会当大哥 因为主要是 他们要起义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正统的 正统的一个名号 那刘备是皇室的中亲 所以他有皇室刘邦的血统 那么因此 以刘备出来作为大哥 是比较恰当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人家在一起也是一样 他的血统就是很纯正 更正描红 所以这个他就可以 而且他是一个有人德的人 所以官章就会跟着他同声共识 那桃园这边来讲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京序第一 汉寿亭侯 列决桃园经 疏于玉前寺 夜梦雨凡人 万经千年有地君位举行 左耳传承事 这个桃园 在这边要跟各位讲 虽然名义上是张辉的后花园 桃花盛开 是一个美妙的一个春天 春朗花开的季节 但是在我们这个 在修行的当中 就是我们的桃花园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主子灵 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灵鳩山 也是我们灵山宝地 良田灵山宝地至三之地 所以也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引誉为什么 心田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 主持临终观自在 白脸座上见如来 你看这个都是 很一个美好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到桃花园去 必须要修行 修行以前是在寺庙修行 所以御前寺 御前寺就是一个戒律 有戒律的地方 有所有僧人共修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会在这个共同来学习 那因为以前 以前的这个修行 大部分都在深山野地 不要被人家怂尘俗世的打扰 可是现在各位 你能脱离这个红尘石树来 自己躲到深山野外去修行吗 不可以 因为你有六亲眷属 因为你必须跟这个家庭 跟这个都市丛林 大家互动 在这个 花花世界里面 燕雨 算许周 西货 无尘地 简足 张良母 这些都是来干扰我们的一个 五彩缤纷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是因为 我们有着五行之气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面去 那你要想吃个红萝卜 可能吃不到 那你在这个 这个 我们吃了五股杂粮 就是有五色五行吗 你比如红萝卜是红色的 这个 白竹笋是白色的 角白笋是白色的 这个黑豆 也是黑色的 这个 所以这蔬菜是绿色的 这木头土金水都有吗 那你要五战靠五行 五行靠五常来维系 所以这个木头土金水 跟心战脾肺胜 心肝脾肺胜 再加上这个仁义理智性 在我们周边的运行 就造成我们今天在都市丛林里面 要大淫于世 在这市区里面 吞恼的市区 人际互动当中 你要跟大自然共相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修行场地 所以我们修行场地 本来是在御前世 可是现在就是变成我们自己的家庭 那书语以前是夜梦与凡人 这个要往逆向思考 为什么夜梦与凡人 每个凡人都会有梦 那每个人都有这个梦想 梦想就是我要进到桃花园 所以说我就必须要靠什么样去修行 所以一点真心来做你修行的 一个把你这个心慢慢地修 把不好的修掉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而不是说 不是说我要一定要做很多什么事情 然后白天做很光明的事情 晚上就去什么喝酒赌博这些 那都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不好的地方通通不要 连想都不要想 要持灾 要坚持持戒 把这个戒律在我们心里面生根 密子生根 所以《字子周一》里面讲 经住桃园 英灵蜀节之地 这个桃园讲的就是 这些英灵蜀节 什么是英灵 成在龙虎 英雄都在这里 那这个大家都在一起 英灵蜀节也就是很多英雄 这个灵气在这个地方里面 所以梦传世神 梦传世神 可以增加他的这个什么 让人家执行了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语出无非金石 所以这些经典里面所讲出来的这些话 都是像金石般永远没办法改变的 那各位看 本来面目未旺 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就是到最后你要到这个桃园里面去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什么 本来的面目把它恢复回来嘛 所以菩提本无数嘛 明镜一辉台嘛 那因为他是受到 他是堕落凡间以后 被这个木火土金水的杂鸡 杂鸡之地把你污染了 污染以后你才会 生世普一树 心如明镜台嘛 那你要实实擒佛式 这个是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误食了尘埃嘛 当你达到那个程度以后 你就本来无一物了嘛 所以说这个 我这样讲 我想各位应该听得懂啦 所以各位看 这个礼义连此四个字 孝提宗姓礼义连此的人之根 那四个菩萨也是一样 大悲大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严严谨矜矜的几率 这个你看观世音菩萨 只要他出来 你看我们都是 他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化解温生就苦 那这个大怨是地狱不空 事不成 事不成否 所以这是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 他能够 看干凯凯的谈到牺牲 那这个字呢 就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要很 清清白白的辨别 你要用你的智慧去辨别 你不是说人家讲说对就对 人家讲不对我就跟着不对 那不是的 所以你要有这个 你一年子这个年以后 你要具备这个一点真心 在这里的时候 你要清清白白的去辨别 才能实实在在的节约 才能一步一脚运的去做 才不会浪费时间 你不然你的修行 但天天每天跟着你跑 每天跟着他跑 跑到最后你把时间都浪费掉了 你也搞不到最后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个末法时期 情谋乱舞啊 不小心我们就会 如果看不清楚 就会误入歧途啊 那这个行 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大行 你看他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咯 他已经知道 已经都可以轰轰烈烈的去奋斗 我大概一场 我已经知道说 我今天讨厌明神经 是我的人生准则 我就好好的去学习 好好去深入的去研究他的经文意理 然后呢 学到了这个经文意理 就像邓小平讲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没有去实践 我怎么知道这个经文是真理呢 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这个 有这么好的一部经典 这个经典有没有深色的作文 就是作语 也没有这些所谓的难懂的这些文言文 这都是可以看的 想得到做得到的事 我为什么不赶快好好去做 所以当你认识了以后 你就轰轰烈烈的去奋斗 为你的未来 为你的余生 或者甚至来生 正天理的福报 所以这个桃源 就是这个意思 那单刀秉足于金 这个刀 也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是 什么呢 就是智慧之刀 那单刀秉足于金 当然在三国时代里面 官胜帝君 因为在强悍不强朝的 这个路途当中 他跟张辽约了三世 就是三世能够 就是第一个 约三世就是第一个 他曾经讲 我跟刘皇淑 涉世 共服汉世 今天我只 降汉不降朝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 两位少朝的住处 一定要给 皇淑 的 控入 那所有上下人等 千万不可以去干扰 两位少朝 因为以防 这些 坏人去 侮辱到两位 皇嫂 第三个 让我知道 刘皇淑的去处 在哪里 不管千里万里 我就一定会 马上离开 这个是我 我直接的就跟你讲明了 我也不会遮遮掩掩 所以我心中光明磊落 我今天是投降 不是想你曹操 而是回过头来 我是来为汉宪帝效忠 所以说 这个是大忠大义 那所以 在各位都知道 在这个路途当中 因为曹操要乱 要混乱君臣之力 要让官公 破坏官公的名义 所以使官公 以二嫂 共处一世 两位少少 共处一世 官公乃 秉足 利于户外 自业打蛋 从晚上到白天 毫无眷慎 所以 在祖光将近的时候 官帝当然 要所理于众义了 所以他就以 这个智慧之刀 破壁 打破这个 破壁圣地义 所以他的大忠大义 能够把这个墙壁打开 让 所以各位看 这幅画画得很有意思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在偷看官圣帝君 是不是跟里面 两位少少有在 做不法的行为 但是他看得到 官帝一个人 站在那边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既朝明来明去 那在朝银里面 衣食忧负 才会不足以动其心 绝入不足以改其志 所以官帝行事 如清天白日 一代人 光风极夜 这个就是官圣帝君的 这个精神 所以一代为人的出现 不是说水水便便 他能够在这个重要关节的时候 能够表现出 让人家佩服的地方 能隐为之处 不愧清天 所以他在朝影的时候 他曾经 就画过了 画出了这一幅 私足图 一所私 风雨足 那这里面是有 这个叫私足 官帝私足 那这个前面讲的是 不屑东君意 丹青 独立云 莫贤 孤夜 但 终久 不凋零 这个就是 相传这一幅画 是官帝的 做的话 后来被人家把它 印在石碑上 然后再把它 透下来的 这里面讲的东君 当然就是指了曹操 意思就是说 谢绝曹操对他的 这个后裔 那丹青讲的就是史册 就立一一垂丹青 留下忠义的好民生 那顾越讲的是刘备 所以说 不要以为刘备的 势力丹保如顾越一般 他始终是不会凋零的 所以 叛逸就是说 曹操对官帝的好意 就不当面再实现了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 三尺曹操 都没有见到面 所以他就风筋挂印了 然后 就像这单亲善化的莫主一样 表明自己的 这个什么 明 就表白自己的明洁 永远改变不了 帝君的节操 所以尽管他与主公刘备分离 像竹叶一样的孤独 以清淡 却也不能 却也能忍受严寒酷死 和风雨的摧残 所以永远不会凋零 就是这个 要是官帝对 刘备主公的忠心 自己永远也不会改变 我这个是 多高的节操啊 好 这边 吞吾为汉身亡 那 今天有朋友问我说 关公于建安 24年 12月初期被俘 那三国志里面的五帝纪里面 有讲到这么一段 25年春 正月 至洛阳 这谁在洛阳呢 曹操在洛阳 拳几斩于 传其所 传他传官公的所 的头 庚子 王崩于洛阳 庚子就是那一天 就是哪一天呢 就是国立的220年3月15号 这农历的1月23号 这个王就是魏王 因为那个时候 曹操已经称魏王了 所以 这个陈寿 就给他记载说 王崩于洛阳 魏王死在洛阳 这个时候曹操66岁 那 回过头来 我们看 建安25年的正月13日 现在我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这个台湾交西协天庙 每年的正月13日 正月13日是什么 关地徽生之日 一般台湾很多公庙 也都是讲 建安25年的正月13日 是关地徽生之日 可是大陆内地 找不到这个文献 那找不到这个文献 我们这边来推算 因为正月13日 换算公也是在 220年的3月5号 3月5号在这里 3月5号 正月13号 曹操收到关地的手机以后 头风发作 在建安25年正月23就死了 所以接着10天之后 曹操死了 那关地死的时候是60岁 以虚岁来算是60岁 那各位都知道 如果说以这个 12月初期 关地死亡 各位看那个头颅 关地的头颅虽然是在冬天 大雪分辉 可是12月7号 这个头颅到 到 经过了十几天 到这个 3月5号 会不会腐烂掉啊 会不会腐烂 各位看 一个多礼拜 恐怕会腐烂掉 所以我们正常的推算 应该说这一天应该是关圣地军被 吕蒙所害 害了以后呢 把头斩掉以后 就送到 可能在这几天遇害了 遇害以后 在这天 把那头颅送到 曹操这边来 所以曹操才会死掉嘛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 这一段历史 这个因为 目前来讲 有些文献的考据 就是写公元219年 其实两个都是在公元220年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研究这个观光文化 官地文化 我们就是要站在学术的立场 来做考究 那当然文献有文献的 他的立场 我们是尊重了 那官地吞吾未汉身亡以后 上帝连地中梗 所以独处宣化幽民 宣化是什么呢 就是教育教化 所以官圣帝君 一辈子装心耿耿 忠诚正直 光明磊落 所以说呢 他一礼争气 会见朵姆元经的时候 他就封为通明所向 那封为通明所向呢 就是掌管这个什么 三界的都天纠察大元帅 所以他能够 先化幽民 那幽民当然是阴阳两界了 那前句就是说 上帝特下照命 令官地宣道 教化阴阳两界 所以各位看到 爵士真经也好 陶冶明圣经也好 大姐冤经也好 都是真正教委 当然还有很多张管事 这个借银经 还有紫尼篇 这些都是我们效法的 我们研洗的一个重点 因为你要研洗官公文化 官地文化 就要研洗 从他的静点里面 看出他的精神所在 所以说 令地日游天下 建北中令纷纷 一切贪产坚强 环产古暴金金 每日行有三界六道 那三界六道 各位都知道 三界就是 玉界色界无色界 那一般来讲 当然也是讲 在佛教道教 是讲这三个界 然后在我们一般人 称呼就是 天界人界幽民界 那这个六道众生 各位都知道 这是阿修罗 天神 人 还有恶鬼道 还有这个畜生道 还有一个什么 地狱道 那这个六道里面 除了地狱道里面 没有阿修罗之外 其他的各道都有阿修罗 你会讲说 阿武老师 阿修罗你在人道里面 怎么看得出来 那些喜欢 欺负你的 喜欢处处 是想占人家便宜的 那些人就是阿修罗 因为这些阿修罗 他以前 前一辈子 或者他以前 做过很多的功德 所以他的德 他的福报还没用完 所以他这一辈子 能够 就会欺负到我们 那各位看 畜生动物道里面也有 你看那个老虎 那个野狼 对不对 他都会欺负一些弱小 这个都是有阿修罗的成分 所以说 这个我们 了解三界六道的时候 各位就要有 有所了解 当然 你们有机会 再慢慢去 去看这三界六道里面 那三界六道 很多的 蜡蜡之事 因为在五行 蜡蜡的环境里面 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 因为他这个会造成人的 情绪的好坏 所以很多 因为善恶 所有健康 残令 取巧 这些都是人经过了吃了食物以后 所演化出来 然后在这食物经过这个什么 人的消化以后 变成我们人体内的马瑞飞 造成我们的这个多巴胺 以后就会随着淋巴系统 然后在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液 舌身香味触法里面来产生 所以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这个六四都会碰到 所以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很多 每天你眼睛一睁开 所以每天这边讲 每日千头万绪 你眼睛一睁开以后 心恋启动的时候 就要掌握到很多什么 是非善恶 因果报应 那因果报应就是刚才我讲的 缘起缘昧的时候 这个因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去考虑到这个果是善果 是恶果 所以说 如果说建设起云心 那报在七年 这个朱祖自家隔眼 就这样讲 你如果说 心里面就想到这个美色 想要怎么样 那可能就会得到 后面不好的报应 那你如果说 哎呀大家都 知足堂乐 我已经有钱都 都好好调理自己 没钱我就够没钱的生活 不需要去抢劫 不需要去赌博 不需要去走捷径 来靠这些捷径 来获得我自己的财力吗 我讲了这两句前面讲 后面这两句 帝王将相平和论 凭什么来论断呢 就是他的 他的道是正道还是 歪抹邪道 所以 举例来讲 孙子兵法第一篇 史记篇 他刚开始开宗明义就讲 兵者国之大事 始生之地 臣王之道 不可不察也 然后呢 教主已记 一约到二约 天三约 帝四位将 五约法 到天地将法 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国军 有没有道 军有道 那 全民百姓 大家都能够 得到民生乐利 如果军王无道 是不是看夏节 也好 看 秦始王也好 到最后是被人家推翻 所以说 现在很多国家 也是这样子 你这个帝王无道的话 就马上会被人家政变 把你推翻啊 所以说帝王将相凭什么呢 就是凭这个道 这个看道心道统 是不是正统 那如果不是 你看王莽窜汉 才几年就被 才多久才被 就被封掉了 是不是 所以公共对错 要用公共对错来秤几身啊 所以不要说以为 今天我当了 我当了一个领导人 我就能够扶作辉为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前我在单位里面 也曾经有这样过啊 但是做这样 但是符咒 不是说符咒 我也凭着自己的这个职权 好像觉得很大 可是后面 马上接着 比我更大的长官 就来压我了 所以说这是县世报啊 那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不懂的 这些公司企业行号里面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 对你的科员 就这个什么 坚贪产令也好 或者是结党欺凉 这些都不好啊 世俗辱善啊 这些都不好 所以 君临天下 此事实现 你 高高在上 在这个凡省之中 现在能够享受这个福报 那么到最后是什么 留下一个善恶散罚 散罚恶 让世人来做评鉴啊 所以 这个福谋真经 一开中明义 就告诉各位 这个道非常的重要 这个道如果没有 大家没有按照正道而行 很快 观圣地军 就会记录 严寿丹书 屏住身之功德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如果做得不好 马上就是夺命黑吉 这些都是我们 在我们身边 周边所发生的嘛 那接着我们看 罪戒读书文士 并及官换君民 第一休息父母 切莫千套乡名 这个地方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罪戒读书文士 因为读书的人啊 能够笔墨天俭情罪啊 舌见反诸满门 所以说 这个 在文笔修饰上 很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 孔老夫子 做春秋 断成截止句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春秋里面 一个字就能够让人 褒贬 这个褒贬是 万事千秋 就是一辈子 乃至几百年 几千年以后 还是被人评论的 所以说 以前的 领导者 怕被人家 做不好的评论 同样 我们现在人在世 人 我们一般人 在这世间上 也是留名 给人家看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当你出生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哭 全世界的人都在笑 为什么 你觉得你很苦 来到这个花花世界 你必须要接受考验了 可是在你周边的父母亲啊 亲戚朋友啊 每个人都很高兴啊 高兴的说 哎呀 我后代有人 这个新传啊 这个可以传宗接代啊 那旁边的人 更高兴的是 我有红蛋可以吃啦 我可以油饭可以吃啦 是不是 大家都很高兴啊 所以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只有他哭 可是旁边的人都在笑 可是相对的 当你如果在这一辈子里面 能够创下人生的三不朽 地德 立光 立言 任何一项都可以 就是任何 做人犬一次 真容三代 当你在这个一代 在这个 这个一件事情 做得很完美的时候 当你 这个人往生的时候 他含笑九泉 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哭 是不是相反呢 对不对 那表示说 他我们这一辈子 在这个人世间里面 我不能来 混混恶恶过日子啊 我一定要创造我的 人生三不朽 那即使说立小工 也是我的工 至少我不会去 制造社会的混乱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我们能够把 个人修身修好 把家庭带好 把这个公司群体 这个公司企业 发展的永续经营 那更好 那如果能当领导人 我能够把一个地方 把一个整个地区 都治理得很好 那就是跟 真的是一个大工啊 所以这里面最借读书文是不要去脉弄文章 不要去做这些什么 这个文字杀人的工作 所以曾经以前也有一个故事就是 一代宋师三代诀 一代宋师三代诀 就是一个律师 他为了要打官司 他昧了良心 把人家 那个被告 他拿了原告 拿了六成的这个 这个佣金 把被告打了一塌糊涂 结果被告被逼到最后自杀 被告就说 这是诅咒他 让他绝止绝孙 结果他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自杀 两个 一个车祸 一个残障 他三个女儿也是一样 一个 也是早早就死了 那一个呢 就嫁了三次 到最后还是回到父母身边 另外一个变白痴 所以到最后 这个两个老父亲 已经九十几岁 老母亲已经八十几岁 到最后两个 老人家还照顾这些 那这个就是一代宋师三代诀 他到最后都没有办法能够延续他的乡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以为说读书读得很高 你没有这个良心 没有这个一点真心 那这是不行的 那么并集官宦军民 这些官宦军民就是 所以各位看 我以前当军人的时候 我也曾经一个美色的诱惑 一个是金钱的诱惑 我都曾经接受过这个考验 这个考验当然 我能够坚持我的原则 所以后来我也没有 被这些随迫逐流 所以保持我的清白之身 那做官的更是一样 不要以为说做官了 在宫廷里面 这就可以浮咒徽围 所以最重要的 对父母亲一定要孝顺 不能欺骗父母亲 所以父母亲是我们的菩萨 你是说 现在两件事情不能等 一个是行善 一个是孝顺 孝顺 孝顺一定是长辈父母亲 缺莫千套相邻 你也不要去想尽办法 隔壁的邻居很有钱 我就他也没后代 我就把那财产骗过来 那个是不行的 对不对 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福报 你千万不要去 想说去贪 贪贪贪别人的 所以说 这里面我不解释 那福母政经里面讲 在论人道刚常伦理 人效力机道化家庭 还是这个道 这个道化家庭 是从一点一滴的 从内心一点点的 这个一点真心来做 为我们一个什么 改变变化气质的一个起源 一个元素 所以说道化家庭 父慈子孝人间美景 你看父母亲父慈子孝 那父母亲子女孝顺 和和气气 这是人间最好的美景 那孝贤文帝 责民得风 你看以前的 这个忠诚都是在孝顺的文帝里面出现 所以当他文帝 这个孝顺的人能够出来做官以后 他的得责就能够什么 庇佑所有的老百姓 所以责民得风 这是普责 这个责就是 就是让滋润 雨滴滋润一样 水滴滋润 得风 也是大家笑形 接着看 贫富现交朋友 朋友乃是五人 信心内外平等 何妨简难再尊 那我们都知道 刚才八仙都让各位看到了 男女老幼 贫贱 富贵 这些都是我们周边每天都会碰到的 那你碰到了这个 是不是好人 我们当然 每个人都是以善良之心来对待 其实我们先以自成的心来跟人家相交往 那至于说他的品德好不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分类嘛 那如果说他是品德好的 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我们就好好去跟他相处 如果他是一个拜风商德的人 那我们就能感化他就感化他 不能感化他 我们就是能够跟他和平相处 也不要去改变他 所以贫富先交朋友 那朋友乃是五人 各位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所以五人就是我们每天会碰到的 那也是五人之一里面的这个朋友 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所以说你如果说出远门 就像我离开故乡 我从小离开故乡 现在离开故乡 我现在如果说我有什么急烂事情的时候 互相的人远水救不了静宏 所以只有互相交往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是都在周边的 那是最好的 有什么朋友有心情不好 我可以找他聊聊天 喝喝咖啡 泡泡茶 然后互相把心事谈一谈 可能就他告诉你一个化解的方式 他就是你的贵人 所以这个朋友朋友就是我们如果扯眠三目与人相待 这就是我们的贵人 那信心内外平等呢 这是每个人你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是很失忆的时候 我就自己垂头上气 然后就是灰心上志 就没有这个人生的意义 那不对的 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就是说 我不管对人也好 对自己也好 碰到这个 简烂灾尊的时候 我要自己能够面对这个现实的环境 能够面对现实的环境 然后想尽办法来把这个环境克服 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动作 所以说信心内外平等 你不要看到有钱的 我就阿姨从谈妹 这个大富大贵的人 我就赶快跟着他跑 那不是的 所以说你就是 即使说他有烂的时候 我们要朋友有烂就要旁边 既然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要去跟他相处在一起 所以说朋友才能互相帮忙 对自己有信心 对朋友也有信心 这样子我们大家互信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境界 所以不论是对人对己 都是要以诚信真实的心去面对 要以公正平等 不可只重自己而不顾他人 甚至于说朋友之间也不要有区别 不要好像说 他比较有钱 我就对他比较好 他比较这个官比较大 我就比较怕他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什么 大家互相平等 既然都是知心好友 我们就大家互相好好相处 然后吃真诚 所以更何况这些简烂栽尊的 这何谎就是 就是一级有没有妨碍 没有妨碍嘛 这个简就困苦嘛 尊就是难行嘛 不得前进嘛 所以人生难免会有困苦挫折 只要诚实相对 又有何障碍呢 阻碍呢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到 曹操无底身贤 现今受罪幽民 各位都知道 曹操这个人 跟勤快是一样的 所以曹操因贤生成有如无底深渊 到现在还受罪在阴间 所以你要执住多么 但是呢 曹操也是个狂人 他也是读书读了很多 可是就 不重视这个什么品德 所以有才无德 见效用之 他用的人都是什么 有才无德的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拿来用 其实你看从 自从 幻朝独尊如素 董仲书 独尊如素以后 都是以什么 举孝连 都是这个有才有德的人 有才德的人 才能够担任这些官员嘛 那曹操这个时候 他是 他是这个有才无德 他也 在用 这个真的是 让人家很 不可思议啦 所以各位看 曹操的这几个 罪行啦 汉献帝面前 缴死董臣的妹妹 董贵妃 这个时候 他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这个三国演义里面都讲 他后来才把 董贵妃处死以后 才把他女儿嫁给了 这个汉献帝 到最后你看 曹操还不放过他的妹妹 把他的妹妹还给他害死了 所以这个 这是恶有恶报 那另外一个我们讲 华欣 这个华欣杀胡皇后也是一样 把胡皇后其他两个儿子 诸权宗族 这个也是 华欣也是很快的一个奸臣啊 也是曹操眼前的一个 一个奸臣啊 这个你看 都是让人家很 这个心里面 我们都讲 像现在打仗战争也是一样 对这个小孩子 不要去那一代 对这个 我们像 比如说 看到很多影片也是一样 在杀人的时候 不要让小孩子看到 因为这会造成很多的阴影 那你看 连这怀孕五个月都都不放过 那像臭杀李伯舍一家 也是一样 李伯舍呢 是曹操父亲的朋友 那么从小 曹操跟李伯舍也很熟 那么有一天 因为曹操杀死了这个 杀这个董卓没杀死 就逃跑了 逃跑了以后 跑到李伯舍家的时候 结果他碰到成功 成功就跟着曹操两个 逃到李伯舍家里面 结果李伯舍看到 好朋友的孩子来了 要赶快去买酒 到街上去买酒 那命令家里面的人 赶快杀猪 来遭到这个贵客 结果他们就听到说 隔壁就有人讲说 不如把他杀了 不如把他杀了 这几个字以后 曹操心里面就起了怀疑 就是怎么样 好像要杀他的样子 所以呢 他就赶快去 把那个什么杀猪的 这几个家人都给杀了 结果 已经成功就跟他讲说 你明知道这不对 不是这样的 不能杀了 他是大不义了 但是曹操就说 您叫我父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父我 所以他们跑到半路的时候 又看到李伯舌买酒回来 在半路上 又怕李伯舌回到家里面 知道东窗事发 所以在半路上 也把李伯舌给杀了 你看那父亲的好朋友 人家是家里面的杀猪 人家的这个什么 买酒去给他 结果把人家一家八口都杀掉 这个真的是心狠手辣 而且你看讲的这一句话 这更是让人家杂舌 让人家心里面害怕 您叫我父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父我 你看他这个都是很可恶啊 然后第四个像管梁官 管这个财娘的 管这个前娘的 这个王后 这个王后这个人 借人头 他说陶超率17万军 跟元树对战 以朔村的时候 那因为粮草不够嘛 然后管梁官任郡 就跟他报告 就说 这个 他的管梁官王后呢 说因为缺粮 那 就因为缺粮 要赶快去想办法 他不但不想办法 反而把这个管梁官 这个王后给杀了 那这个真的是都是无故杀人 所以你看他的 曹操无敌身险 现今受罪幽民 那接着我们看 五侯 子缘忠义 幽民 群奉为神 五侯就是诸葛亮 这是 在经文里面是讲 孔明子缘忠义 幽民 群奉为神 那我们这边尊称 诸葛亮为五侯 所以诸葛亮 诸葛五侯 因为尽忠尽义 连幽民地府 都敬奉他为神明 各位都知道 诸葛亮他的出师表 是 鞠躬尽瘁 死而获矣 所以他当初出来的时候 他也是报定了这个决心 所以你看以前的人 对这个忠 非常非常的重视 对这个义 非常非常的尊敬 所以说 以前的人都讲忠义的 那么尤其在刘备 这个刘先祖的 这个领导之下 蜀汉 特别特别的讲求 这个忠义之气 那 诸葛五侯 第一个出来 你看 他在三顾毛鲁的时候 就把 隆中祭 就已经把三分天下 定出来了 所以这是安邦定国的大祭 三分天下 让刘备 刘关璋集团里面 有一个地生的根据地 才能够打天下 第二个大公新政 他能够舌战群乳 孤身入武 跟这个 东武的这些 这些官员 能够舌战群乳 能够展开辩论会 然后让这些 要投降 曹操的 都能够改变他们的方向 来赞助这个孙前 连武抗朝 就孙 孙柳联盟来抗朝 就赤壁之战 所以这第二大公新 各位看赤壁 不管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三国演艺也好 都有很大的一个什么 就是他出山以后 这个一把大火 那第三个公纪 就是陆蜀驻战 他其实本来 诸葛五侯 本来是跟官圣帝君 在留守荆州的 那后来因为 那另外一个军师 叫奉楚 奉楚先生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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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刘章设死了 所以因此呢 刘备就把孔明 调到 这个四川里面去 所以入属以后 帮助刘备 打下了这个什么 益州 平定了益州以后 他能够在那边 称为汉宗王 我让刘备称为汉宗王 到座位是汉招列帝 那第四大公纪就是 辅佐先祖刘备 研续汉朝的这个血统 研续汉朝血统 那第五大公纪 当然是开发西俗 暗定明星 所以你看他 他在西俗 能够安邦定国 那甚至于到最后 你看他 到最后他死的时候 他家里面 只有什么 柏田 吉姆 然后那个桑田 八百科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的 洁生自爱 也非常的清廉 做官一切的应用开销 军中已经有了 他不需要再去订过什么 这些钱财 所以他这开发西俗 安定民生 这也是他的攻击 那白帝城脱沽 这是到最后 刘备因为要为了帮官帝报仇 所以呢 就发兵 这个在 在怡陵之战以后 就失败以后 退到白帝城 那白帝城以后 就一并不起 所以这个时候 刘备 就找了 诸葛亮来做一个脱沽 那这个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说 这个刘阿朵啊 不才 没有才能 他是希望军师 诸葛亮能扶就扶之 不能扶呢 扶不起的阿朵 就把他取而代之 哇 诸葛亮听到这一句话 他吓得全身冒汗了 所以诸葛亮就很紧张 他就说 他还是努力的协助 这个阿朵 刘后组继续完成了 很多的大业 那所以平定南中 和七寝梦后 稳定了后方 那最后是北伐中原 六出七山 到最后死在 这个五藏元 这是诸葛亮的 一个攻击 那我们看他的官伦的七法 这个可以用在 我们这些企业管理的 就是有开公司的 这个前选家里面 都可以参考一下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字 就看到这个对事情的 这个看法 是非三恶 能够观他 他会不会是非不明 那个一个人如果志向 混沌 是非不明 那这个公司 这个人交给他重论 绝对是不能用 所以他能够分辨是非 条理分明 就可以说 看出他有这个胸怀大志 才能够分辨是非 那穷之以词变 就是跟他辩论 变到最后 他已经答不出来了 看他 有没有什么 灵机应变的能力 那这个有 所以很多 有些长官都会用这种方式 来考验你的部署 所以我曾经以前有碰过 他要跟我面试 就跟我出了很多题目 看我这个题目 能不能回答得出来 所以以前 我记得我要到国防部之前 学长就跟我讲说 你要背三个题目 那这个长官会问你 这三个题目 结果问了都不是那三个题目 是灵机应变的题目 哇 那个时候我整个 真的被 跟本来以为十分钟就出来了 结果跟他 那个长官谈了五十分钟 谈到尿急了 他尿急了 他去尿尿了 他谈不下去了 才让我 才让我出来 那出来以后 在这面试完以后 我就通过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看到长官会用这个 用这个对话来考 考验你的变化 你的灵机应变 知之以计而谋 知之以计谋而观其事 就是告诉你这个 是什么空城计 或者用什么计谋 这件事情 比如说先 俄国要打这个乌克兰的 亚树钢铁厂 要用什么 主攻在左 主攻在右 或者是这个主力部队是用哪一个 用空降部队 还是用这个特战部队 这个你要用 用什么计谋来能够 夺取 这个任务目标 所以观他的 这个什么 建设 他这个兵法的运用 或者是 对这件事情的 计划 有没有桌炎 就是知之以计 就是拿出这个计谋来跟你讨论 然后看看你的这个 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 尖纬度如何 那第四个是告知以难而观其用 这个比如说 在华龙市 华龙道四朝 他就告诉 班胜帝君 他说 这个恐怕 你到这个 华龙道 你可能会放走曹操 所以呢 就跟观胜帝君 就做了一个考验 就是跟刘备呢 串通好 就让观胜帝君 立了个军令状 哇 立了个军令状 哪也知道 让这个 华龙道四朝 又释放曹操 当那个时候 让观胜帝君 一个人 天伦交战 那这个事情 本来其实 为什么 诸葳孔明 跟刘先祖会 演这一出戏呢 第一个 因为刘备 还没有根据地 曹操不能死 如果曹操这个时候 被俘虏 一定会被杀死 被杀死以后 孙权的力量 会比刘备大 所以会把刘备 并吞 所以不能让曹操死 第二个 北方 会乱 乱了以后呢 孙权 没有那个 雄才大类 所以他没办法 统一中国 没有办法 统一三国 到最后 国家还是 陷入混乱之中 所以 就让 观胜帝君 去做这个 人情 让他释放曹操 第五个 醉之以酒 而观其性 有些人喝了酒 就会乱讲话 所以 以前 我们很多学长 都因为 喝了酒 喝到最后 让自己 失去了 这个原来本性 所以 酒或乱性 这个不用再多讲 临之以利 而观其联 偷偷的放一些钱 给他 或者是 告诉他 哪个地方 这个钱 可以 你拿去用 观看他 有没有这个 连结的心 那其次以示 观其性 就是 告诉他 这个事情 可能预期的效果 会到什么样程度 看你能不能 做到那个程度 如果可以 那就 如果可以 就可以 让你 去做这件事情 就可以信任 所以如果 没办法 达成这个任务 那当然 就要 必须再经过谋练 必须要经过谋练 所以 因为时间关系 那么今天 我的课程 讲到这边 如果各位 有什么不周远地方 当然 请大家多多指导 那也请关圣地君 能够 都增我智慧 增加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大家 在关圣地君的 经典里面 能够更用心 更多的学习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